7月9日,于浩铭先生紧张拍摄中的丑女无敌剧组 在剧中饰演了一位明星,显出了自己的荧幕第一次 由于是第一次演戏,于浩铭还是有点小紧张 虽然戏份不多,于浩铭还是早早地来到了剧组排练 作为剧组的新进成员,于浩铭坦言自己还没能看见女主角 谈到丑女的标准,于浩铭可是有自己的看法 丑女啊,其实丑女有很多种,但是我不太好表达出来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剧里面的无敌应该会蛮有特色 有于浩铭的地方怎么能少了于浩铭呢 在现场记者就看到了许多身穿衣服侧上衣的粉丝们 因为于浩铭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明星 这二十多位于浩铭还主动要求做群众演员 只是胸前的于浩铭的名字换成了他在剧中的名字 真是本色出演啊 能和自己的偶像一起演戏,于浩铭十分激动 今年是快乐男生一周年的纪念 一年的时间于浩铭收获了很多 面对镜头,他还为各位困难兄弟们送上来祝福 各位兄弟,一年了 我们这个成为兄弟也一年了 真的,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认识了这么多位兄弟 而且各种各有各的特色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虽然一年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情意还是没有改变的 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永远 而且我们的那个兄弟之行是永远不变的 再来 再来